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要求 后来呢 这个法规在制定中proposed rule 当时是怎么规定的 那么最近呢 移民局刚刚出了新版本的i485申请绿卡的表格和其他的新的表格 预期呢 说是从10月15号开始实行 但是呢 在实行前或者呢 开始实行以后 还有可能会因为有利益相关方提起诉讼 然后呢 法官要求暂缓暂停 实行这个新政策的 这个呢 有个先例 比如说拿F签证和J签证的人 在美国身份过期 这个签证expire了 签证身份visa status expire了 不算是非法拘留unlawful presence 此前我们有另外的视频介绍了 今年2019年的春天啊 被法官呢 要求暂停实行 关于公众负担呢 这个同样我们也还要继续观察情况的发展 有很多人联系我们啊 询问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关心 说我自己啊 或者我的配偶啊 拿过福利 会不会有问题啊 我们在这里呢 综合的解释一下 那么首先呢 是否是公众负担 这个一定程度上呢 和你批准你的EB1I WI140 以及其他移民申请一样呢 这个要由美国移民局综合的评判 不要仅仅拘泥于一条或者两条的条文啊 是吧 要看这个政策的目的 对吧 有的话叫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现在呢 美国政府呢 因为面临这个财政支出的削减的要求啊 因为有巨额的国债 所以呢 那很多时候看呢 是说这个新移民是否会长期的依靠政府福利来维持生活 这个呢 是这个法规的目的 因此呢 比如说如果长期接受现金福利 或者呢 长期的医疗护理 或者领取粮食券啊 食品券这样 依靠政府来维持生活 这样呢 就会作为公众负担的风险 什么样就不会被认为是公众负担对你有利的呢 如果你是职业移民 或者你配偶是比较年轻 有专业工作 那么即使此前用过福利 一般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有对你有利的方面可以用来反驳 另外呢 如果领取福利是以你在美国出生的子女的名义来领取的 那子女出生在美国是美国公民 那不算你本人用的福利 也没有关系 没有影响 那么在申请的时候应该怎么准备 怎么避免风险呢 首先啊 如果曾经用过福利 那不管呢 是不是算不算公众负担 在I485表上呢 应当加以说明 不能隐瞒事实 但这个呢 一般来说 本身并不会让你被认为是public charge 然后像前面说到呢 你要强调对自己有利的地方 如果你现在有足够的收入 怎么看是否足够呢 你可以和联邦公布的贫困线对比 如果收入没那么高 但是有相当的资产 或者都没有呢 那我有在美国的 或者是别的这个高等教育的学历 如果这个也没有呢 你说我比较年轻 那我还有很多年的职业生涯 在前方会做很多年工作 如果这个也没有呢 那可以讲到说 我过去曾经工作过 给美国交过税 或者我有在美国的亲属符合这些条件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呢 着重 收紧 强调 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那么另外呢 我们在这里顺便提到 爱485呢 调整身份的申请 比以前更难批准 尤其是对于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注意 你可以爱485考虑自己准备 但是呢 首先要注意移民局有新版本的表格 另外呢 有更多的要求 在填写的时候 面谈的时候 都要更加相应注意 也可以参考我们的其他视频 好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美国绿卡和签证的新要求 解释公众负担 谢谢